每次搬貨半餐四 待會還要進入初局梳南 還是你累了? 你們來搬東西好了 知道大家辛苦了 待會打火鍋任叫 有得吃不同的說法 事都還沒做完,經常顧著吃 快去搜尋吧 來,幫忙 一、二、三… 不行,骨頭很臭,腳軟… 先休息一會,來,讓我來 看見沒有? 明明你們倆是差勁了 不是我們差勁,是骨頭很厲害 不是我厲害,是你們很累 骨頭,不用放我倆了 別吵了,來吧 快走 不是吧,這麼少東西都超用到升降機 看來你們多走一圈 你們倆隨便留在這裡看著東西 是…阿B,不用 讓我搬樓梯上,你上去 走樓梯? 幾級樓梯很小,你們坐升降機吧 你們真是的 說真的,我這些打碗真的不太適合走樓梯 我沒打算和你們搶升降機 我走樓梯 都說我幫你了,弄成這樣,為甚麼呢 為甚麼會這樣做呢 你先休息一會再說吧 我最近睡不夠,所以體能變差了 你的氣喘成這樣,還是體能變差了 比起你以前,慢慢上到頂了 不過你真厲害,你搬成一圈營 我追極你都追不到,還欠你一二 你真厲害 你現在就追到了吧 不過今時不同往日 不走樓梯也不知道自己體能差那麼多 看來要粗活一點才行 你不要亂焗 你三十多歲,不是十八、二十二 亂焗很容易焗出事 哪有這麼化學的 你這句話麻煩 你不見報紙經常有新聞 有些狀況撕死嗎 他們以為自己年輕 還死捱難捱,終於就出事了 我真的不想我的老朋友 在報紙新聞上以這樣認識出現 行了,有分數了 你平時不是舉起這個重量 你說做主不可以這麼急進? 這個磅數我撐得順的 我做健身的事越粗越有了 你剛才在外面已經跑了十公里 現在還舉起這麼重的重量 你打算打比賽嗎? 我想再健身一點 我看完整個健身,最健身都是你 你打算算說吧? 再健身都比以前的自己 你太多了 不要緊 或者最近坐得多了 早前搬到樓梯,都手軟腳軟 差幾個上到,也不夠力氣 同一個樓梯比以前的 我走幾圈也不會臉紅 人大了, 體力自然下降了 以前我通過幾晚 看個案是沒問題的 現在睡少一點, 腦袋馬上固定 完全無法活動 不可以因為年紀大 就可以有自己的體能下降 這是一個警號, 要提醒我更健康 你更健康, 我站在你身邊 就會覺得自己更自卑 你不用這麼說 你最近保持著健康 整個計劃都確定了 我怎麼能給你? 如果有人說給你二十萬 我可以操作像你那樣的身段 我馬上給 你不如多給點耐力、時間和行心 好吧 不過今天就說我報仇了 所以二十萬你也不容易賺 你慢慢來 糟了, 這個中數交奸的 很難截車的 會計趕了不等人了 今天趕不了, 明天才拿去 我想快點知道撿到補充 好嗎? 早點計算, 又不會賺多一點 用不著這麼緊張 謝謝 油麻底, 去不去嗎? 不好意思, 交奸 謝謝你, 我們很趕時間的 我也趕著交奸 第一年買鋪, 策略要看緊一點 我馬強就沒什麼聰明 最聰明就是儲了一個這麼好的 嘶嘴的老婆 你明知道賣錢還借車給中彪 阿彪幫他三嬸搬家 他三嬸很疼阿彪的 每次說到他, 你一定會幫他 馬強?你是… 大師兄 大師兄? 馮新衛, 看粗隊的隊長大師兄 高你兩級的 你真是大師兄? 阿彪大王子 很久沒聽過這個名字 大王子, 現在大肚腩有我的份 我們那時候的師妹經常偷望你們 是的, 我們瘋了, 他就安馬大王子 你呢, 就安馬小王子 這些是上世紀的事 你真是完全不同了 你不愛我, 我也不認得你 你還跟以前一樣, 還這麼健碩 你畢業之後, 還說回來陪我練安馬 但在學校一直等不到你 畢業後當然要出來賺錢 你看我的肚腩就知道 已經放下了體操很多年了 你呢?你還這麼健碩? 還在玩體操嗎? 我也放下了很久了 正如你所說, 賺錢 剛才聽你說的鐘彪 阿彪, 你們還有聯絡嗎? 我開了一間夜男店 阿彪在幫我 很本事, 還做老闆 不是要下手下腳, 搬搬抬抬 有幾本事 以前練安馬, 盧叔說你鼻力救 你日操夜操, 現在正好, 開剩你那一瓣 是呀…手家氣錢 看你結婚了, 上岸 總之那時候不玩體操 多讀書, 更實際 又不是, 玩體操是我們以前的目標 我們那時候還說拿奧運錦牌 其實香港當然是在操片裡找到吃 不好意思, 電話響 先聽電話 是 我只是在肚子交還 行, 四點鐘 老公, 幹嘛發牛鬥? 以前是大師兄教會我湯馬斯傳傳的 之後我們還能輸 看看誰可以鬥快代表香港參加世界賽 想不到現在 想不到現在終年發福 有的士了 曾經在香港接受教育的 美籍華裔化學家Matthew Chan 他是今屆諾貝爾化學獎的大熱 他表示自己成功的秘訣 是他從來沒放棄過我自己的理想 一直堅持下去 香港能夠出一個這麼厲害的化學家 真是不簡單 真的嗎? 他這套西裝是最新的LV集合 是嗎? 拜託你們, 人家是國際級化學家 只看見西裝 這些叫先敬羅, 後敬人 這些職業病, 阿叔 看人當然是看人家什麼樣子 你們只看人家的表面 完全不理會人家背後的努力 救命啊, 我想不到怎麼寫 你什麼事? 普非要我們回顧下三年的大學生活 問我們生命有什麼改變 很難寫的嗎? 當然是難寫的 問我們做過什麼有意義的事 說到人生意義那麼深 你說怎麼寫就很難 梓妮, 因為你人生完全沒有意義 所以難寫了 就是, 你除了上學放學 只會長期生活那麼單調 當然是沒有東西寫 我只是一個普通大學生 不是這樣過, 可以怎麼過 馬姐, 你這麼厲害 那你又說說你做過什麼 我當然是在我做形象指導 有了成績 學了貴選MTV造型大獎 別人認同我的能力 對呀, 子仁 你現在畢竟有一點名氣 也算是實現到你的夢想 我實現自己的夢想並不簡單 子仁, 你是聰明 聽到沒有, 馬芝妮 你又做過什麼呢? 我開過格仔店 有親手做過的首飾 也有很多人稱讚的 手作仔也算了, 那你大生意 你不要小看人手作仔 年輕人創業也不容易 不就是, 多少人戴我的首飾 連孫妹也賺好 那叔叔, 你做過什麼呢? 厲害, 我每天為法律界出力 幫人伸張正義 你有誰不幫人伸張正義的? 豈不是原地踏步 對呀… 準確一點來說 我從一個經驗豐富的LE 變成一個經驗更豐富的LE 那拉姑和爺爺呢? 我從澳洲回到香港 還不算大選變嗎? 還不斷拖 我們前一陣子和阿瑩、阿超他們 兌現了三十多年前的承諾 回到發炎灣露營為阿棠做生日 對我們來說也算是很有意義的 話說回來 只有你娘的夫妻沒變過 今年真的沒什麼 什麼?我們怎麼會沒變? 我們買了我們人生的第一間店 還有…別讓她知道 我們今年應該賺得多於去年 二老睡覺會做生意的,沒你的份 你不說,我也差點忘記了 聽聽,每個人都好像有點改變 說說,睡覺也不是很難做嗎? 展爺 經歷是每天都有的 但對你的人生有什麼啟發呢? 答滿就要自己找 最後一刻認識她 génér安靜 好�… 溫宙 搞甚麼? 高興 拍嘛 那天阿 joka 家 你買什麼開心的東西吧? 用一點點的價錢 買到一件心頭號的,你可多高興 看來你真的撿到寶 是呀,我昨晚送貨給阿炳哥 送完之後就去逛 看到街邊有個人賣二手貨 八個去看看 順手撿到一件順利的東西 看看 這件商議青池茂丹瓶 不會很久,是晚清的 三千多元的價錢,是不是看得慘 高興不高興?你說我 幾千元就撿到這件古董 是不是看錯眼了,熊仔? 你也會 我金睛火眼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是假的,騙到我的眼睛 熊爺,就是耳上裂了 裂?我看了一整晚了 屎頭,你不說,我真的不知道 糟了…有嚇死了 屎頭,眼淚 你這件貨是不是在深水埗收回來的 是呀,街市對面那裡是混蛋 我出去一出去 屎頭,你不是想找那個外婆嗎? 她今天未必開檔 我有辦法找到她 屎頭,搞什麼?受人犯法 請問你是否陳太太? 我不認識你,你找我什麼事? 你好,我來找陳恩的 你是他什麼人?找他什麼事? 我是他的中學同學,我叫馬強 我有點事想跟他談談 他走了很久了 他現在在哪裡?他很好嘛 我很久沒見過他了 他已經死了 為什麼會這樣?是什麼時候的事? 他死了九輩子 早就這樣我不讓他去加拿大 什麼事都沒有 陳太太,你可以多說陳太的事給我 是什麼時候的事?為什麼會這樣? 我現在搬屋了,你快點走吧 你以後不會再來,你真的不要再來 陳太太 不要再喝了,喝這麼多是很傷身的 是呀,陳太太死了這麼多年 你現在來傷身的位置 他本來可以不用死 是我的錯,根本與你無關 我打電話問舊同學 他是被人踢出校後 搬去加拿大讀書 然後在那邊撞車 根本完全與你無關,好嗎? 就是呀,撞車是意外 那倒是呀,炎王要你三更死 哪去留人到五更呢? 撞車,你們不明白了 回來,走吧,拿… 不明白那個是你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那時候跟陳太太走得很近 你覺得沒讓他變乖 你覺得他踢出校是你的責任 如果他沒有被人踢出校 所有事都不會發生 他這種人預料被人踢出校 根本與你無關 他不是你們想像中那麼差嗎? 他不差?你不記得嗎? 他在學校每天搞事 每個學期不是被人記大,每個都記小 他有點百業 十幾歲了,寶寶還百業 你忘記他當時怎麼找我們錢 付錢… 不用多了,象徵色偉偉一元而已 幹嘛要付錢? 這些錢都是集資買道具的 是你說要整理情報 我也沒說要整理他 他告過你上課沒帶書的 前陣子我上課偷吃香口膠 他真的告訴老師 搞得我被人罰抄校規一百次 這些專出賣朋友的小人 不整理他怎麼行 就是肥仔波 上次他才搞得我被老師抹收了本漫畫 你也算好,他每個抄功課 搞得我罰留堂,整天做金手指 整一二五仔 肥仔波去那邊 既然你們過得中招了 那不如付錢給我吧 你們不出錢就弄估他 我就弄估你們了 別煩了,最多我幫阿強給他一份 這裡兩元,拿去吧 現在你們每個人都有付錢 就是每個人都有付錢 弄估肥仔波 不過,你記得不要去老師搭背 是肥仔波 在廁所 不如不要弄估他,老師一定知道的 怎麼弄估他?這是什麼陷阱? 他去我們不進去 過來 走… 裡面有什麼… 看到什麼?借借… 來…給我看看 肥仔波頭大無佬 她的豬腦在雙內? 哪有這麼無聊?裡面有什麼? 走啊 忍同磚 這麼沒義氣,活該你死了 媽媽 他家人還給大筆錢供向加拿大讀書 他在那邊沒有變乖,不僅僅 跟家裡的關係還弄得很差 他家人還給大筆錢 肥仔,你心底好,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不過你要知道,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命 你不用擁抱他身上 他有意外,他不幸運 你別吹我尖,我不想再說 我出去走走 我陪你 我想一個人靜一靜 屎頭心長遠 有時候我真的想他心長硬一點 如果是的話,他不是屎頭嗎? 不知為何,我覺得他最近有點怪 你猜他是不是遇到中年男人 最大的敵人? 真的是什麼? 中年危機 怎麼會? 小老婆,會不會也好,你這陣子看得更重要 準備好了嗎? 來吧 來吧 就我了 對不起,我用力了 如果真的想說對不起,陪我去個地方 看鐵打,不知道 對不起,我沒有心 看你最近出拳出得那麼重 我以後真的想清楚 才是否繼續跟你一起練拳 說笑而已 是,看著我捱了你這麼多拳的份上 告訴我,有什麼煩惱? 以我認識的馬強,平時Q很高 這樣出拳法,你一定是有心事 我就想說 好多年前,我做了一件很錯的事 做了錯事,懂得改善就行了 這個錯不是說改善就改善的 我是錯得很離譜 就算犯了更大的錯 只要有心,一定有辦法可以補救 沒有救不到 我害死了一個朋友